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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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這邊感謝所有冠頂的家人們 然後 謝謝那個我特別謝謝那個DJ 因為剛剛大家有聽到那個上台的音樂嗎 有 這是什麼音樂 有你們有但是不知道什麼音樂對不對 是現在很流行的一部電影 冠軍女兒 你們都看過了嗎 還沒有對不對 那你看有沒有看到你兒子 有喔你看到我兒子對不對 好那接送大家掌聲 謝謝就是桃園中心的所有領導人 尤其是季營姐齁 來邀請我來這邊分享讓我在這邊回饋 接送大家掌聲謝謝桃園中心 那個看過我的人 看過我的人 可以跟我揮揮手一下嗎 看過我的人 那所以還是蠻多人沒有看過我對不對 所以我自我介紹一下 欸剛剛你們在看我的那個影片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是一個很喜歡旅行的人 有喔 有人跟我一樣嗎 有喔 可是為什麼我們有一些 嗯 他們可能也很想要去旅行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去旅行呢 天 要上班喔 因為要上班 然後要錢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 其實不管做哪一件事情 其實需要的都一定要 時間跟金錢對不對 對 沒有時間跟沒有金錢 我們都很難去完成 我們想要完成的東西 對嗎 這邊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9月4號處女座 欸這邊有處女座的人嗎 有喔 有一個兩個 喔喔 蠻多的耶 哇原來那個 金錢飛也是處女座的喔 我兒子是處女座的 喔 我想說 我怎麼沒有注意到你是處女座的 那處女座 其實大家對處女座的印象是什麼 龜毛 就是 嗯 還好 結婢是還好 但是 我覺得處女座對於一些事情 是有點就是真的 就是很 很奇怪的堅持 或是有不懂為什麼 那 有人不明白什麼是安二代嗎 在這邊的人應該都明白 什麼是安二代對不對 對 就是安利第二代叫安二代 齁 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 我本身以前是讀行觀光科的 那所以我在讀觀光科的時候 就是也有帶過團 然後 就是在帶團的時候 就會發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那 我很喜歡這句話就是做自己的英雄 這是我的家庭 那 也很想要借中各位掌聲 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謝謝 謝謝 就是 我想想想想的一個事情是 每個人都出生於 不同的家庭 那我的家庭是讓我出生了之後 就是我們不用為了金錢去煩惱 然後所以 可以讓我們去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 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就是 我有很多的同學 他們需要就學貸款 那 為什麼會需要就學貸款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嗯 原因可能有很多種 可是 就是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 就是 就是你們懂 就是為什麼就學貸款 那 我覺得 我就是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就是他們很認真努力的工作 很認真努力的就是實現自己 所以讓我們的家庭 就是不需要為金錢而煩惱 然後 我有一個很喜歡玩的媽媽 如果大家有機會認識她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她 安二蛋就代表我一個做安利的父母親 那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 她為了環遊世界 所以選擇金錢安利 那 她因為自己很喜歡就是環遊世界 所以 她就會很希望 我們都用眼睛去看到這個世界 我覺得 嗯 給孩子食物她會長大 可是給孩子觀念她會偉大 對嗎 對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 是用眼睛看到世界 還是只是在課本上 就是看看那些歷史課本就好 我不知道 但是 每一個選擇都是來自自己的心理嗎 你如果可以自己看到 是不是一個最棒的事情 對 那 從小的志向 剛剛就是主持人有提到 我覺得也要給主持人一個掌聲 啊 其實 我不是講完了 然後我剛剛都想說 我還要說嗎 欸小時候作文有沒有寫過 我的 你未來要做什麼 你們都寫什麼 懂不懂 你知道嗎 前陣子的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他就去訪問 就是現在的小孩 就說那你長大 以後要當總統嗎 就是小孩說 我才不要勒 在台灣當總統都要被罵 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在台灣當總統 我真的都要被罵 對 那小的時候我就 就不是一個很具體 知道我要完成什麼事情 就是我想要當什麼 有沒有跟我一樣 我不是很具體 所以我才會從小自願就是 我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真的沒有很明確喔 你們有人跟我一樣嗎 因為有些人知道 我要當空姐 這邊有空姐對不對 沒有空姐 對 很多人說 我要當空姐 我要當老師 現在還有人要當老師嗎 對 我想可能也會有點比較少 對嗎 因為少子話的關係嘛 現在小孩就是 你對他兇一點 家長他都覺得說 家長就在看你了這樣子 所以 從小我就不是一個很確定 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的人 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我很喜歡旅行 然後我一直很想成為背包客 那畢了業大家都畢業了嘛對不對 畢業了之後 每一天人 一天是不是都有24小時 那你們現在畢業之後 24小時 你們每天都在幹什麼 工作睡覺 工作上班睡覺 其實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這是最近的新聞 大家有看到嗎 有 欸大家都有吃過惡魔蛋糕嗎 有齁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看到這個新聞 你的想法是什麼 很多人在畢了業之後 其實就是兩條路嘛 一條路你選擇自己創業 一條路你可能就是去上班 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 欸 惡魔蛋糕它是不是很大的連鎖店 對 其實它算是一間很大的連鎖店 你如果剛好在惡魔蛋糕裡面上班 無預警的 你會不會今天24小時裡面突然有個8小時不知道幹嘛了 你會不會有點單 你會不會覺得說 欸如果我在惡魔蛋糕裡面很真衰欸對不對 對嗎 對 還有再來就是 它上面寫就是廠商支票跳票 欸如果你跟惡魔蛋糕合作 你覺不覺得你倒不倒楣 倒楣 所以其實不是只是它的員工倒楣而已對不對 對 是它的上下有所有的相關的都很倒楣對嗎 對 可是我們自己如果是惡魔蛋糕的老闆 我們希望把惡魔蛋糕收起來嗎 可能不希望 可能不希望 所以在創業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新聞有很多的角度點 可以讓我們知道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意外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對嗎 對 那再來就是前陣子的新聞 一樣是上班 欸有沒有看到 那個復興航空就復興 真的是復興航空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這個人說要賣跑車 欸如果我們真的 工作15年以上 在這兩間公司 你會不會覺得真的有一點點倒楣 因為我本身是讀觀光科的 所以我身邊有很多人從事航空業 然後我剛好就有兩個 一個是同班同學 一個是學弟 他們就在復興航空 然後他們就開始 因為不是很多在臉書啊 或者IG上面都會標一個警字號嗎 那個警字號就是失業聯盟 他們就是在失業聯盟裡面 你會不會覺得如果今天 你很認真很努力 就這樣子順順的上班 上了15年 結果你突然沒有工作了 萬一你現在有小孩要養 萬一你有父母親要養 這是一件需要令人覺得擔心的事情 對 只是現在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比較沒有去 讓自己有一個備胎的想法 對不對 對 那我這是學姨 就是這個是我學生時期 那我字比較高了齁 你們有從事跟自己讀書的時候相關的工作到現在嗎 有啊 應該會是有 可是比較少一點對不對 對 我覺得 嗯 學姨自用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 有一點點的困難 那 嗯 講一個就是我以前學生時期的時候 我最討厭讀的科目就是會計 然後再來就是那些 其實到現在 你真的要用到的機會是不是真的很少 那我就在快要畢業的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然後我就有進入了安利的環境 因為我是安二代嘛 所以我們會不會被強迫 我們會被強迫 小的時候就是在這裡跑 跑完了長大之後又要被強迫 竟然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就是很正常嘛對不對 對 那 所以我就 還沒畢業 就是這個之前就是又兼差安利一年多 那 你們現在有沒有 聽說你們剛上完BTC對不對 你們在上BTC的時候 作業通常是什麼東西 三個 BTC 就是 新的 對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會建設受服務對不對 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BTC一直在做這三件事情 對 我那時候就很生氣 我就跟我媽說 每天都在做這三件事情很無聊耶 我才不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所以我後來為什麼 會就是有 只有一年多 因為我就覺得 每天要做一樣事情 誰要做每天做一樣事情 我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不要做了 然後一個姻緣際會下 所以我就到深圳的 就是 工作 工作了三年多 然後當時做的是那個 室內建材的業務 你有沒有發現我很跳痛 我不光光 然後又就是 就是這樣跳來跳去的 原因是因為 我有一個很認真努力的父母親 所以他們可以讓我不用 就是拿錢回家 我可以一直就是你知道 先去找到 有沒有以前就是想說 要找到自己的熱忱 找到自己的熱情 我以前就是這樣 然後我到這邊去工作三年多之後 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天天都在做一模一樣的事 對 對嗎 你們上班是在做一模一樣的事嗎 對 對不對 我就想說真的 我天天都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像其實工作是不是就是這樣 你就是要那八小時 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只是有的時候 老闆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先做這個 然後就做這個的時候 你等一下先做那個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不一樣而已對不對 然後你心裡就有 偶爾是想說 一下叫我做這個 一下叫我做那個 對不對 你們都有過這個經驗嗎 對 那 那 也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到了很 就是幾個區 中國的區域去參加很多展覽 然後也看到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 去中國的這個經驗很重要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發現 那裡的跟我同年紀 我23歲去的 我發現23歲的人 他們怎麼已經買房買車了 我跟好的比 我不是跟 就是我當然也是 我是業務嘛 我當然跟業務幾以上的人比嘛 因為他們怎麼 23歲已經買房買車了 可是你同時之間 現在你在回想 23歲的台灣年輕同學 現在都在做什麼 打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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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怪其實有的時候 也是休閒嘛 可是我想要表達的一件事情 是 很多人 因為畢業之後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他繼續選擇 讀研究所 我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造成台灣的研究生很多 那當然研究生其實也是很棒的 只是我要表達的一個意思是 同樣都是23歲 可是他們的人 卻感覺很像就是 30歲的人 可是我們23歲的人 就是23歲的人 然後這件事情開啟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對錢的渴望 我以前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 你給我100塊 我一天也可以是100塊 可是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那個人看起來 就穿假假圖 這麼髒髒的 可是他居然開賓室 我會好奇他跟我同年齡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去了大陸 大陸 大陸 去了大陸這個經驗 就是 他讓我 開始 有企圖心 因為一個環境可以影響人 對嗎 對 然後我人生的第一場雪 在這邊看的 真的很漂亮 就是 不知道什麼 但是就會變憂鬱 這看起來很重要 那為什麼我後來回來經營案例 其實在 當時 就是我的收入 一定比我同年齡的台灣朋友 一定高嘛 對不對 對 可是為什麼我會 經營案例其中是有三個人 三件事 這裏面你們一定 心裡第一個想法就是 會有我媽媽嘛 對不對 對 一定會有一個是他 但是還有另外兩個 就是 這個是我的同班同學 然後這個是很像 長得很像我姐姐的妹妹 哈哈 你們認識他嗎 是不是 他 他是 其實他是我妹妹齁 就是 但是他長得很成熟 然後這是我的同班同學 在我讀觀光課的時候 我們讀了五年嘛 然後他很奇怪喔 他也是安利的第二代 然後我都沒有想過我要做安利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媽媽 事關我什麼事 我會進教室是因為他 因為他在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讀五專 所以一二三是五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他就開始進教室 然後就開始穿西裝 然後我想說神經病 我明明也是安利的第二代 可是我有這樣的心靈 但是他會不會要做BTC作業 他就開始在南側裡面賣牙膏 然後開始 他真的我跟你講 他就是 欸你過來 然後就開始說 然後 欸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講的一段很好笑話 有 你該不會連牙膏 你長大了沒 長大了買牙膏 就不需要問媽媽對不對 你長大了買牙膏 買牙膏 不需要問媽媽 他就在廁所裡面賣牙膏 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欸我媽媽也是做安利的 你覺得我看到 他在賣我媽媽也在賣的東西 我心裡會不會覺得 嘖不行吧 這樣子 這樣子都被他 都被他推薦完了怎麼辦 對不對 我的心理想法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要去教室 不然我同學都被他推薦完了怎麼辦 就這樣子去到教室的 然後去到教室之後 就是我就開始跟各位一樣 就坐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去到大陸的之後 他也同時的 他畢業之後就是當完兵 他要當兵嘛 我去大陸他當兵 然後 我去大陸的時候 然後他當兵 然後他 他 他讀書 就是等一年 等一年嘛 所以我的前途跟前世 我能了對不對 那我去三年了對不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 會來找我玩 然後這是 我看一看出來我們感情很好 對不對 對 然後這是他當此名義是我同學 現在就要變他老婆 跟這次出去玩有沒有關係 好 所以 我在大陸的時候 他們又來了 可是這一次他們來的時候 就是 他們是被安利公司 招待到廣州 現在 很奇怪 我們現在上滴滴都沒有招待去這 我也好想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因為上一次不是延期嗎 我就心想說 會不會有可能招待我們去這 當然他們每個人都說 你想太多了 他們就招待 安利公司就招待他們 到廣州的生產基地 然後去那裡做滴滴的旅遊營 好 那我人在深圳 其實離他們大概就兩三三四個小時 其實已經算很近了 所以我就去找他 去找他們的過程當中 我當然就會有很多的感受 來到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你工作三年 請問你的薪水有成長嗎 可能就是多個一千五 或者是多個兩千 對不對 對 所以同樣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發現 因為我們感情很好 所以我們一定會知道 你互相大概賺多少錢 對不對 你看不出 你不知道賺多少錢 你看他開什麼車 穿什麼衣服 你也會知道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要有觀察能力的 那 所以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每天都花八個小時 在認真努力工作 可是為什麼 我們的生活會開始過不一樣 欸 在你們有看到就是 滴滴領導人的生活都過什麼嗎 時間彈性自己安排的嗎 很奇怪 你常常在被老闆盯的那個下午 他們在外面喝咖啡 對不對 對 然後你早上趕著出門 下大雨還要 像最近是不是突然要變天 下大雨 然後你就又要趕著去打卡 可是他們還在床上 對不對 對 這些所有的自由 都是因為他們 就是曾經很認真 很努力的去拼搏 才有這個過程 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上班也一樣啊 我們也是這樣子很認真的 就這樣上班 可是我們生活還是這樣 對嗎 對 所以你會不會開始 呃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喔 我就開始有了一些想法 去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們同樣都 這麼認真 這麼努力 可是生活過的不一樣 我開始會去思考 然後再來就是 呃還沒有離職之前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安妮不是有時候在海外旅遊嗎 對 然後 呃這一次是親子遊 所以我被我媽媽帶去 參加這個親子遊 欸你可以 你知道安妮的就是 那個海外旅遊 你會不會想帶家人去 會嗎很棒 可是你們知道我在去之前的時候 我是有點就是 我真的要去嗎 我覺得 不要去吧 我是有點一種心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同學 也被招待去了 欸照理來說 我們要很開心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很開心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自己做到去的 可是我是 被人帶去的 我們其實真的不是見不得別人好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對不對 這個心理存在 可是不用錢的要不要去 所以我最後也還是去了 這邊就證明我還是去了 然後所以我第一次就是 喔 你看我 我就已經參加過海外旅遊了 甘蔗汁啊 這也會真的很棒 然後 還有正貴香 這大家認識他嗎 不認識人家 趕快去加海比認識他好不好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不會遇到我同學 一樣又遇到了 所以 我就一直在想就是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覺得 安妮就是 我以前就是覺得我在這兒 然後安妮在這兒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奇怪 他們 他們看起來也 不像笨蛋 然後看起來也不像壞人 為什麼他們 你怎麼要做安妮 我覺得好奇怪喔 然後所以 我又開始影響了我 嗯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感覺 然後如果是我 我真的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這個同時之間 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講到的 你們現在我們都很認真努力工作 十五年 請問你下一年十六年 你決定我要離職了 你覺得老闆下一個月會會一塊錢給你嗎 不會 不會 我是不是剛剛有一直就是知道我去大陸三年多 對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應該這蠻清楚的吧 然後 就是 這邊是存入 就是別人存錢進來 這裡 第一行 前面的朋友看到可以是 是安妮 這是一千七百多 然後這個是四千多 這是三千多 這是九千多 這是三千多 對 欸 你有沒有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而且我一直覺得我在這兒 然後安妮在這兒 然後她每個月還一直給我錢 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年要加一次一千多塊都 有點難了 可是 我還有一個月加到九千多的 重點是我人不在台灣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太奇怪了 真的 如果你錢加你戶頭你會很討厭安妮嗎 你不要說這很討厭你不要再寄錢來了 會不會這樣嗎 對不對 對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我後來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我BTC很認真 我進教室很認真 我進來之後 我很討厭做3S 但是我還是說 欸 你看一下 欸你們出去做都怎麼做 會不會很多人 我教你們一個Pepper 好不好 會不會你會不會拿產品示範的時候 然後你都會 一直在那邊 想說 要怎麼開口 你們會嗎 會 會對不對 我都這樣子 欸你看 我跟你講我不管哪個頭 然後你會說 欸你看 我都說 欸你看 我跟你講我都是用欸你看 因為 這真的是好糟欸 你來得及拒絕嗎 我現在做給你看 欸你看 你們是不是也來不及拒絕 對吧 對吧 所以我真的用這樣的方式 我都沒有問他們 然後他們就看 那如果是你們看了 很明顯的產品示範的對比 你們心裡 就算再怎麼討厭你 還是不是一定知道 二選一要選好的那一個 對 對嘛 那會不會聰明的 我就會教他怎麼樣網路訂貨 對 你一定要教會他網路訂貨 因為他很不想看到你 可是他知道那個東西很好 他自己也會訂貨 對 而且有很多人超懶的 就是不想提東西 很喜歡用網路買東西 對 這就是最近最棒的事情 很多人不想要自己提 那你就教他一個方式 他可以不用自己提的方式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做完產品示範的時候 一定要教他網路訂貨 因為你也可以 當然啦 有的時候見面也很好 因為你見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繼續更多 欸 這是真的 所以我因為欸你看 所以就是你知道 就是有了這些不在職的手錄 因為我 我去到大陸了之後 然後他們很喜歡 會不會自己去買 對啊 我們人都是這樣子的嘛 我也是一個固定 使用一個東西 我就會一直用的那種人 那你就一直找這種人就好了 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很愛國際排人 那 那你就讓他去國際排 我們那是緣分的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後來就決定 不要那麼的討厭安利 然後就開始想說 到底安利是什麼 又一個關鍵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我在大陸下班的晚上 我媽媽突然打電話來 然後說欸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總不能告訴他說 我很希望我每個月可以多一點點錢 所以我去買馬票 買馬票是樂透產的一種 它是賽馬 賽馬嗎 不是啊就是那種 就是反正類似 就是賭博的東西就對了 然後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剛好就是中了就是大概三千多塊錢 欸有沒有很棒 有 一個禮拜可以玩三次 那我就心想說 如果三次都三千多 欸有沒有很厲害 有 但是你覺得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幻想 因為你都不知道輸多少次了 這是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總不能告訴你說 我剛剛中了三千多塊錢 然後我媽媽說 那你過得好嗎 我說嗯還不就這樣 我們跟媽媽講話都這樣 你們也是嗎 還不就這樣 她說喔是喔 我最近還不錯欸 我說喔是喔 然後她說 我跟你說 就是上則 上則就是剛剛那個男性同學 上則我們今天領年中獎金類 然後我就說喔是喔 我心裡就想說關我什麼事啊 她說 她領了 她是先說我妹 她先說我妹 妹妹今天領年中獎金類 我就說喔是喔 然後心裡想說關我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 喔妹妹領了大概十七萬 我想說十七萬 但是我還是沒有表現出 該表現的 發心裡 她說喔上則也發了欸 我說喔是喔 我想說上則也發了 她領了二十幾 二十幾 二十幾 有感覺一點 然後 然後她就說 那我就說那你呢 我 喔還好啦五十幾而已 這一天晚上我印象超深刻 我說喔是喔 然後就看著三千多塊錢 然後 這天晚上我是想很久睡不著的 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的年終獎金 我就有一個月兩個月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 很多人最近的年終獎金 是不是其實也有點發布出來 在台灣 當然還是有很多很棒的公司 我不是說別的公司不好 但是我是說 就是就這個情形之下 我就覺得說欸為什麼我們差這麼多 所以我就開始去做思考 然後呢我媽超聰明的 她就在這個時候啊 帶我去參觀她的公司 這個時候我都覺得是她的公司 欸請問你們會花一個人 大概將近要十三萬 帶你的家人跟你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要十三萬 去參觀你的公司嗎 然後大概九天 不是說十三萬我們就是很大或很小 可是就花不下去對不對 可是當時我媽媽就花了一個人十三萬 她十三萬我十三萬 帶我去參觀美國的總公司 跟紐出來農場 因為處女座真的有點 需要眼睛看到 然後你才會覺得說 喔好像真的是這樣子喔 對 所以我就去到了參觀紐出來農場的過程當中 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以前不學好 所以以前有抽菸 現在沒有 以前有抽菸的時候呢 你就去到外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什麼地方可以抽菸 就是室外可以抽菸嘛 對不對 我們就在紐出來農場的外面 就是田 比較田 我們就準備跟其他也有 不是要做阿膩的人 然後一起去的 我們就會變成烏群勾搭嘛 對不對 就是討論說 欸你做阿膩當然會講阿膩好 我們就是那一群 然後我們就站在外面 要抽菸的時候 然後就有在那邊 種植的工人 工人喔 他就衝過來說 No smoking No smoking Out這樣子 雖然我們英文沒有很好 但是這幾句聽的都會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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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心想說 是不是你不能抽菸啊 哪裡還能抽啊 因為就是戶外跟田啊 台灣是不是這種地方可以抽菸 對啊 我就想說 後來的時候那個翻譯就跟我們講說 安利公司非常控管所有安利紐粹農場的土地 這個時候如果是我要吃 你要吃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地方很棒欸 自己要吃的時候都會覺得說這個地方蠻好 因為那時候都覺得還好 還好 對不對 我就對紐粹來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那因為也是在參觀紐粹來農場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知道的一介 剛剛有說我們有無群勾當 無群勾當裡面有很多就是 就是什麼連 連 台積電的那個什麼工程師 那裡面的工程師啊 會不會有無程師 他們就在說 靠這裡面有無程師的等級 比我們公司都還要高欸 那因為我們是無群勾當 所以他們不是做安利的講的話 可不可以信 可以 我就相信了 我就想說 自己都比他們 那裡面還高 那那阿 那公司裡面真的很棒欸 可是媽媽講的 我從來都不相信 很奇怪 真的是很奇怪 那我就因為去了這裡 很很感謝自己當時要做安利 就看到了安利的紐粹農場裡面 真的有非常多種的仙人掌 就看不完 我這只是放其中的三張 喔 這張有草莓 我跟你講我在這裡吃到草莓 我就發現草莓原來是這個味道的 是很結實的 很酸很澀的 不是像台灣你吃到草莓這樣 我在你吃到草莓的時候 我嚇到想說 真的還要吃第二顆嗎 欸可是這個是天然對不對 真的水果要不要酸 本來就要酸啊 哪有因為你喜歡吃甜的 所以超多鳳裡面都打 智酸劑 那你是不是沒有吃到維他命C了 對 所以那種保證甜的不要去吃好不好 那就在這裡面看到了很多東西 然後 拿進去就是 可以看到這個 然後 然後 不是很 就是 英文沒有很懂 但是還是可以拿畢業證書 因為你會有好的同學 然後 這個就是 你Google 然後跟看得到就是安利公司的門口 這個就是安利公司的門口 欸有沒有很棒 現在叫我媽花錢帶我去 你覺得她可能嗎 所以不做安利的最大 如果你發現自己身處在一艘不斷漏水的船上 一些花精神去補動 不如花點精神想辦法還你完一艘 這就是當時我的想法 我就決定 我要把我的工作辭掉回來台灣經營安利 很多人在當時都覺得說你幹嘛 就是 就是 就你發現什麼事 你怎麼會做安利 我就跟他說 我們做人也蠻實在的嘛 我們就說 你看起來我也不像笨蛋吧 你可以 欸 你笑得那麼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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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對所以 我 對 我就會這樣反問他們 我就真的決定 我要 換 我要把我大陸工作辭掉 我把大陸工作辭掉 我把大陸工作辭掉那時候 我老闆還說他要加薪 加我七千五 欸有沒有蠻多的 我都沒有留下來 然後最後他就生氣了 他覺得我是什麼屁股翹這樣 我覺得我太驕傲了 這樣 這個這張照片是我最後一次 因為工作經過香港機場 然後我拍下來的 這是一個紀念 因為以前經過香港機場 都會覺得說 唉唷 我真的 我在國外工作的 我以前都會有這種 就是錯覺 自以為感覺良好 是不是這樣 然後就拍下來 我就真的把大陸工作辭掉了 辭掉之後 我就重新進入教室 看到出來 現在 欸 現在很呆齁 現在應該也是呆呆的 這裡有沒有同學 沒有 因為這邊是凱撒 對 感謝 感謝凱撒 我是從 大家知道凱撒嗎 知道 我是從凱撒學院 就是畢業出來的 所以凱撒學院 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我很感謝 也借同大家掌聲 謝謝凱撒學院 非常厲害 我小的時候就在這個環境長大 然後 是不是進教室學 你們在PTC 在教室裡面有沒有學到很多東西 譬如說幸福餐啊 然後剛剛玉妮姐姐講的 很棒的營養師品啊 就是學習 學習了之後 出去外面做 那我就是一樣 我就出去外面做 當你做久了 你會不會有經驗 你被別人拒絕 一百次 你都有一百次的經驗 對不對 你都會有一百次拒絕的經驗 可是你要記起來 為什麼你會失敗 那我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領悟到了很多事情 然後也開始懂 哦 原來其實是我哪裡 沒有表達清楚 那 在這個 就是出去 做3S 這是我的示範想要 做 這個同學 我這個同學就是那種 哦 你剛才做幾次給我看啊 這不是看過了嗎 他沒有買 我就一直做 欸 你看 你看 然後他現在是 他現在是一定要用 藍色舞的那一屏幕 一如洗澡的人 沒有的話 就生氣的那種 他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最近 不是換新配方 我就是糟糕了 我要總辦 因為這種人真的超難搞的 然後當然 你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會認識很多人 你也跟很多人真心相處嘛 你就可以 有一些經驗可以告訴他們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在教室裡面教 對 這是安利很棒的一個價值 你在傳統工作 你在你上班的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你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教會了新來的同事 他就成了你的競爭對手 對 對 因為你們今天同事 也只有一個主管而已啊 對不對 或者兩個主管 你們同時騎進去 萬一你們都要升主管 請問要升誰 你帶他 結果他比你不小心的還認真 然後老闆說什麼 都說好老闆 然後他又便宜 你覺得他未來升籤的機會 會不會比你高 對 所以你要認真教他嗎 不要 我很多 真的很多同事 很多朋友 他們也不是認真教 就是那個 因為怕變競爭對象嘛 可是在安利這個環境不是 你學了你就要去做 你做了之後 你回來還可以教會別人 你就成了老師了耶 很多人不要做老師 你在這邊當老師 其實是很好的耶 對不對